清洗消毒时,需要事先确定电源已经断开。 消毒的方法是,用0.2%的漂白粉水溶液对豆芽机箱体内进行全箱泼洒消毒。 泼洒完成后,晾至半小时左右。 再用清洁水冲洗干净。冲洗3-5分钟。 最后,用海绵或棉布将机器内各部件擦拭干净。 对于豆芽箱和其他盛放用的器皿进行消毒,则可直接用0.2%的漂白粉水溶液浸泡一会儿,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使用。 生产前,除对场地和工具进行消毒外,生产人员还需要注意个人卫生,用消毒剂洗手,以免将细菌带入。 选种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基础环节,也是重要环节之一。 所选的豆种是否优良,直接影响到将来的出芽率。 选种是,我们通常选用无霉变、无虫害、色泽正常、完全成熟、颗粒饱满,并且没有机器损伤的豆种。 最好是当年生的豆种来进行生产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下浸种。 浸种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豆种发芽。 浸种前,我们先用清水将选好的豆种淘洗两到三遍。 洗净豆种中含有的泥沙和杂质。 浸种时,不同的豆种对水温的要求和浸种时间有所不同。 就拿我们选好的绿豆来说。 浸种的方法是将绿豆装入盆内,倒入50到70摄氏度的热水,不断进行搅拌。 倒入盆中的水应高出豆种的厚度两倍左右。 搅拌1到3分钟。 这样做的目的是杀死豆种中的细菌,顺势将飘出水面的干瘪的豆种除掉。 完成后,静止浸泡4个小时左右。 需要注意的是,浸种的时间不能过长,也不宜过短。 如果时间过长,则会导致豆种伤水,造成豆种腐烂。 时间过短,又达不到催芽的目的。 浸泡后的豆种看起来比浸泡前大了一倍。 这是因为,在浸泡过程中,一公斤豆种吸收了一公斤水的缘故。 浸泡好的豆种要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豆芽箱内。 装箱时,我们根据豆芽箱的容积,均匀倒入浸泡好的豆种。 用手将豆种抹平,豆芽箱不宜装得太浅或太满。 我们选用的豆芽箱,以每个豆芽箱放置3至4厘米厚的豆种为最佳。 如装得太浅,会直接降低豆芽的产量。 过满则会使豆芽机的箱体内部承托上,上下摆放整齐,关好箱门。 然后,就可以进行催芽生产了。 催芽生产是利用豆芽机自动化完成的。 我们只需要按要求设定好适宜豆芽生长的温度值, 然后设定好淋水的周期和每次的时间长度即可。 以我们生产的绿豆芽为例,需要将豆芽机箱体内的温度设定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。 淋水是催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 适量的淋水不仅能够保障豆种在催芽生产时所需的水分、冲洗杂质, 还能起到使箱体内保持恒温的作用。 通常,在豆芽生长过程中,随着豆芽的生长因小芽、中芽、长芽的发热程度不一样, 间隔时间和淋水时间也不一样。 生产绿豆芽时,我们一般将开始时的淋水时间间隔控制在每200分钟一次, 每次淋水的时间为30秒至50秒, 然后逐渐缩短淋水周期,延长淋水时间。 在催芽生产的过程中,生产人员应加强日常管理工作, 注意观察机器的各项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, 检查供水、排水状况是否正常。 发现异常,应及时打开箱门进行检查,排除故障。 在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或停电的状况下, 需要按要求进行手动淋水。 除此以外,还要注意观察豆种的变化,防止出现烂头烂根的现象。 发现这些情况时,应延长淋水周期,不干不淋水, 并将箱体温度提高5摄氏度。 这样做可以有效抑制病菌的蔓延。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,除必要检查外, 我们应尽量少地打开箱门, 以减少豆芽和空气的接触,以免影响出芽。 大约3到4天的时间。 当绿豆芽长到10厘米左右, 并且紫叶还未完全展开时, 我们就可以关闭豆芽机,将豆芽箱取出。 为达到使豆芽清洁、卫生、白嫩、新鲜的目的, 我们还要对取出的豆芽进行一些简单处理。 通常,我们直接将豆芽箱中的豆芽 倒入事先已注满清水的水池中, 然后用罩里轻轻搅动豆芽并下压, 使豆芽上下浮动, 促使豆壳与芽体分离。 此时, 30%到40%的壳飘浮至表面, 剩余的沉到池底。 接下来, 用罩里将飘浮在水面上的豆壳集中捞出。 最后, 再将池子内的豆芽清洗两到三遍, 用叉子捞起, 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豆芽箱中, 就可以装车运输进行销售了。 通常, 一公斤豆种可生产出十公斤豆芽。 观众朋友们, 利用豆芽机自动化生产豆芽, 工艺流程短, 生产成本低, 生产条件简单, 生产效率高, 能有效节约劳动力。 除此以外, 生产出来的豆芽质量高, 营养流失少, 香脆爽口, 市场前景广阔。